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独裁专制国家之间的一种对话 我觉得美国政府作为这个世界的自由世界的领导力量 我觉得美国不能因为和中国之间有那么有很多的经济利益而牺牲对中国人情的关注 我觉得美国政府如果只是为了中国的经济利益而对中共这个独裁政权采取绥靖的政策 我觉得二政权的纳粹多国将再次会成为这个世界的威胁 我想这个政权的比喻就是比喻现在的中共这个政权 好的明白您的观点了 袁先生 我了解刚才听众所说的很重要的是美国 很重要的是美国不能忘记人权侵害人权的问题 不论是尤其是个人的人权或者是公众的人权 比如说团体的人权包括维吾尔族人还有西藏人 但是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其他的问题 也要认识到要有进展就一定是中国政府要决定说要做这些领域的改变是符合他们利益的 像中国政府是不会接受听别的国家的这个给他们的这种教训式的方式的 他们是不会接受的 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的经验放在中国的这个背景当中来改善他们的经济的效率 还有他们的国家从美国的经验是这样子的 如果尊重人权重视法治 让人民有言论自由的话 是会带来一个更强健的国家 让他们更有道义更有道德 让人民更加满意 也有一个更强的民主进程 更强的国家 这一点在中国也会发生 就和像在美国发生的一样 我们现在是要鼓励我们的好朋友中国 要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然后去同样的去注重人权 就像在美国一样 还有像在其他国家 不论是亚洲国家 其他西方国家一样的经验 这些政府他们让人民有言论自由 他们保护他们的权利 这时候政府是会变得更强 国家会变得更强 这是中国 我们应该要帮助中国政府了解的 如果能让人民有言论自由 互相合作 实际上应该是要 用合作的方式告诉他们 好的 那么尽管这次对话 我们回到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这个议题上来 尽管这次对话 我们都知道 它的主要议题 不会完全集中在经济方面 但是鉴于 全球经济衰退 还没有完全结束 另外 鉴于美中 这两个大国的经济规模 所以分析人士预计 这次经济议题还是不可避免的 要超过政治议题 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些人说的一点都没错 我们现在的经济危机 全世界经济危机非常严重 所以很重要的是 这两个最大的经济强国 也就是美国和中国 一定要紧密地合作 才能帮助全世界 走出这一个经济衰退 这是目前最急迫的工作 在这其中的谈中 还有其他问题 包括达到更高度的自由 在朝鲜半岛的自由和安全 中国政府 还有谈过很多 和其他国家一起谈 北韩的核武问题 朝鲜半岛的去核化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互相合作 才能加强去核化 加强朝鲜半岛的安全 要互相合作 所以比如说这个问题 也一定会谈到 另外还有社会问题 也有人权问题 要鼓励中国政府 要他们要自己去发现说 人权是会带来一个更强的国家 就像我们在西方国家一样 好的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好的 昨天呢 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 尽管这一次呢 人民币汇率问题 一直是美中关系当中 经济争论当中 一个主要议题 那么有美国官员昨天表示呢 尽管这一次人民币问题呢 可能不是像以前那样突出 说尽管呢 美国可能过去 有点过分强调了汇率的问题 但是这位官员表示 美国仍然希望 中国的汇率能够更加灵活 我们都知道 美国国会呢 去年前几年 连续通过了几次 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这个决议案 指责 指责北京政府呢 这个操纵货币 不知道议员先生 您在这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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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法是什么 您认为 这次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会集中讨论汇率问题吗 我想他们应该会谈 因为人民币的价值 一直是中国的中央银行设的 而不是靠世界的市场力量设的 在现在这个体系当中 很重要的就是 货币一定要能够自由流通 而不是被任何政府直接定的 这样才能确保一个更强的平衡关系 也可以带来更有竞争的全球经济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也要谈 我知道之前的鲍尔森财长 他还有现在的国务卿 有谈过这个问题 现在的政府应该会谈类似的问题 在创造一个 就是人民币可以拨动的这个范围 设定这个范围之内 希望的是可以把他们把这个范围拉大 这样子的话可以带来一个更强的全球经济 让世界的复苏更快 走出现在的经济衰退 如果中国愿意采取这个行动的话 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问题也很重要 中国一定要继续降低他们对于化石燃料 还有煤矿的这个需求 还有依赖度 所有的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要减少温室气的排放 这也会带来经济上的影响 这些问题都要一起来谈 因为一定要一起谈 才能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共同合作 才能让全球的经济再次的动起来 这样才能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好的 您刚才提到了清洁能源的问题 我们一会儿稍后我们要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我接着您刚才那个话题问您一句 人民币的汇率问题 为什么对美国是这么重要一个问题 美国政府美国国会都在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并且不断地向中国施加压力 为什么 为什么对美国这样重要呢 您看人民币的汇率问题 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 还有美中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已经到了一个程度 是不可持续的在长期来